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耽误了登船的时间 所以友荣开车的速度比较快 还好最后赶上了朋友的小船 好友保罗关心他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要改天再出海 友荣说自己能行便上船了 同行呢还有一对带着表妹上船的小夫妻 以及比较强壮的阿伟 就这样六人组便出海了 疲惫的友荣上船就睡下了 期间他梦见自己躺在沙滩上 然后就被吓醒了 与此同时阿伟告诉保罗 他发现友荣有点不对劲 因为上船前他问过友荣怎么没带孩子来 友荣竟说自己忘记了 然后犹豫了20秒又说在学校 可今天是周末学校不上课 折腾两人疑惑不已 之后大家开始谈谈心喝喝酒 养养翻 可没过多久 乌黑的云层朝着小船飘来 糟了 暴风雨要来了 吓得保罗里急联系了海岸警卫队 由于信号不好 铲台了 对讲机里传来了求救声 隐约听见 救救我他们都被杀死了的消息 此时 暴风雨呼啸而止 来不及多想的众人开始收翻 尽管阿伟速度很快 但小船还是被无情的暴风雨给掀翻了 事后大家游回了底朝天的小船 但小表妹却突然消失了 众人等了许久都没见表妹回来 反倒等来了一艘巨大的邮轮 故事正式开始 众人原本看着邮轮上有人站在那 可上船后却找不到人 此时有容感觉自己上过这艘邮轮 然后大家便开始找人 这么大艘邮轮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吧 找着找着 他们就找到了这艘邮轮的来历 波兰过道里有一声响 蓝猴胆大的阿伟前去探探情况 原来是一串钥匙掉落的声音 有容看见钥匙惊呆了 这不正是自己的钥匙吗 上面还有自己和儿子的照片 众人以为是表妹拿了钥匙上了这艘邮轮 于是就开始找表妹 找着找着来到了一个舞厅 这里还有新鲜的水果 看起来是要开一个派对 阿伟看着墙壁的时间 问保罗的手表几点了 保罗说11点半了 可有容的手表却和墙壁的时间一样 8点17分 这就奇怪了 然后有容看见背后有个人影 约是速度极快的阿伟就追了上去 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见阿伟还没回来 好兄弟保罗就去寻阿伟 有容也跟了上去 然后就发现玻璃上写着的血字 但保罗却没有多想 以为是恶作剧而已 有容则不这么认为 便自己去调查 随后夫妻二人也在过道发现了血迹 跟着血迹来到了剧院 但这里也没有人 而有容则回到了舞厅 他发现桌上原本新鲜的水果 全部腐烂了 突然阿伟回来了 他虽然受了重伤 却还想掐死有容 好在有容爆发了 一个分手杀下去 阿伟死了 与此同时 剧院传来一阵枪声 感觉的有容发现 小夫妻的丈夫也死了 而他老婆说是有容开枪打死的 有容百口莫辩 突然枪声再次响起 有容好不容易逃到外面 却被蒙面凶手给打倒在地 正当杀手要开枪时 有容再次爆发 最后他操起一把战斧 逼问对方到底是谁 可对方留下一句话 就跳海了 此时游轮上响起一首恐怖童谣 然后又传来一阵呼喊声 这不是自己的队友吗 甚至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有容瞬间就闷逼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不及多想的他打算跟着新队友一探究竟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样的对话 一样的情景 一切反复在重演 他先是跟着大家看见了游轮的来历 然后不小心掉了钥匙被阿伟捡去 最后又跟着大家来到舞厅 和刚刚自己经过的一模一样 轻压的有容找到阿伟 并告诉阿伟带大家赶紧下船 不下船大家都会死的 阿伟听的是一脸懵逼 有容见阿伟不相信自己 情绪就激动了起来 还不小心把阿伟推到墙上 然后阿伟的头就扎到钉子上了 吓傻了的有容 立即跑进游轮内躲了起来 还看见了一滴的纸条 上面写道 必须杀光所有人 对比自己 这真是自己写的 可自己为什么会写这么多呢 他看了看衣架上的衣服 突然想到门面杀手的叮嘱 结合纸条上的话 他开始绞尽脑汁的思考 突然他被下水道上面的亮光吸引 天哪 这里面有上百条自己的项链 难怪自己对尤容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尤容瞬间明白了 原来蒙面杀手就是另一个自己 他再次爆发 发誓要回家陪儿子 于是他操起一把步枪来到五厅 看到受伤的阿伟 正准备掐死尤容二号 正当尤容想杀死二号时 剧院又响起了熟悉的枪声 这次尤容加快了步伐 感到蒙面杀手杀死夫妻前面 救走了他们 并叮嘱夫妻俩不要相信任何人 便去找阿伟了 当他回到五厅 却发现阿伟不见了 寻到外面时 尤容才发现阿伟又死了 与此同时 蒙面杀手脱下了伪装 骗夫妻俩来到了客房 翻手就掏出应物 将夫妻俩给捅了 妻子责衬丈夫被捅的奸细逃跑了 并且用无限电呼喊 救救我 他们都被杀死了 这话是不是有点耳熟 然后就逃到了甲板上面 赶来的尤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 随后尤容看见二号 把蒙面杀手给推下了尤容 那首恐怖童谣再次响起 尤容外又传来了呼喊声 尤容瞬间明白 只要队友死光了 就会重新开始 这一次尤容改变策略主动出击 他先是用血在玻璃上写 去剧院三个字 然后直接穿上杀手的衣服头套 并直接杀了新上船的保罗和夫妻俩 最后埋伏新上船的尤容三号 却因为自己心软 被三号反杀了 这船前他也说了 要想回家就要杀了所有人 这次坠入大海的尤容并没有死 但也没有和前几次一样重新开始 而是被海水冲到了岸边 这一幕是不是也很熟悉 醒来后的尤容来不及多想 已经想回到儿子身边 他一路小跑上百里路 终于到了家门口 他看见自己的儿子正在画画 可儿子看见他却吓了一跳 还打翻了颜料罐 此时尤容怎么也料不到 家里还有另一位自己 家里的尤容四号十分暴躁 上来就抽了儿子一个大嘴巴子后 又开始擦地板 看得尤容心痛且愤怒 于是他再次抄起一把战斧 冲进屋就把四号给剁了 这女人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并且这一幕恰好被儿子给看见了 安慰儿子后便把四号的尸体放入货备箱 还戴上了对方的项链 载着儿子赶往码头 由于耽误了时间 折开的有点快 并且半路撞死了一只倒霉的海鸟 当尤容捡起海鸟准备丢掉时 可怕的一幕又发生了 他还是没有摆脱着该死的循环 这让他后背一辆赶紧驱车离开 路上儿子对着海鸟的鲜血一直苦恼 尤容一边回头安慰儿子 一边加快车速 车子一跑偏就被撞飞了 在空中反转六圈半后 儿子不幸身亡 后背箱的尸体也飞了出来 当路人都赶来抢救伤者时 站在远处的尤容却屁是没有 此时一位出租车司机走向尤容 并说道 孩子没救了 没有人能阻止死神带走他 需要我载你一程吗 尤容犹豫一番后 便让司机载他去码头 到码头后 司机又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我不关机架器 你还会回来的对吗 尤容说 是的 我会的 下车后 他先是遇见了阿伟 问他怎么没带儿子来 他还是回答在学校 然后保罗也问候他 一切又和电影开始一样 尤容再次陷入死循环 故事在六人再次出海的镜头中结束 最后我想可能有的小伙伴没有看懂 但你先别着急喷 没看懂的小伙伴建议去看看原片 因为这部恐怖尤容的导演 明确说了 这部电影没有结局的 就是为了让观众 反复品鉴这种循环剧情的精彩 而整部电影主要就是 讲女主违背对死神的承诺 一次次想通过循环去救儿子 但最后司机也说了 没有人可以阻止死神 也就是说司机其实就是死神 而最后死神问女主 你还会回来的 显来女主并没有回去 她违背了承诺 已去不回 于是有了后面的降罪 她陷入无限的死亡循环 和炼狱轮回 并且片中很多细节 证明了女主已经死了 进入了噩梦循环 比如停止的时间 以及二三期客房 和女主家门排号一样 还有新鲜的水果 只有大家在的时候是新鲜的 而女主一个人的时候是腐烂的 等等很多细节都证明她死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真的推荐你去看看原片 很多细节等你去探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关注我 并给我点赞的话 我就 就给你 感谢您的编程